欢迎各位同学收看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高中地理 那这堂课我们要来介绍的是温带湿润气候一 温带海洋性气候 首先这节课的学习目标有四个 第一个大家要能够说出温带湿润气候区的意义 第二要能够指出温带湿润气候区的范围 第三要能够说出温带湿润气候的特征 第四要能够分析温带湿润气候的成因 同学什么是温带湿润气候呢 首先温带指的是最冷月均温在零度到18度之间 以及湿润气候代表的是年雨量大于500毫米以上 所以温带湿润气候指的就是最冷月均温在零度到18度之间 而且年雨量要大于500毫米以上的气候类型 我们就把它称为温带湿润气候 那它的分布呢 大概在这个南北纬23.5度到60度之间 也就是涂上方框围起来的这个区域 那温带湿润气候呢 总共包含了四个气候类型 第一是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 温带地中海型气候 以及下雨型暖湿气候 好 那我们先把呢 这四个气候的空间分布的简图 先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同学现在看到的这个方块呢 代表的是陆地 首先我们用几条线呢 来把纬度带的范围来标示一下 首先这是北纬30 北纬40度 北纬60度 位于陆块的西侧 纬度在30到40度之间 这边是属于地中海型气候 纬度在40度到60度 陆块的西侧 这边是海洋性气候 以及在30度到60度之间 陆块的东侧 这边是大陆性气候 以及在陆块的东南侧这边 是属于 这个纬度大概在25度到35度之间 这边是下雨型暖湿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 海洋性气候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分布 好 第一块在这边 西班牙北部一直到挪威 以及北美洲的西北侧 太平洋沿岸这边 以及智利的南部 还有纽西兰 以及这个澳洲的南部 这个岛 塔斯马尼亚岛 这边都是属于海洋性气候 同学我们先把这些气候分布的 这个位置呢 先把它给抓出来 同学那他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纬度带的分布 大概在呢 这个南北纬 好 40度到60度之间的路块的西侧 这边就是属于海洋性气候 好 那海洋性气候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边主要有两个要素 第一个是西风 好 在行星风气里面呢 盛行西风带 它的纬度大概就是在 40度到60度之间 所以刚好呢 这些气候的分布 全部都有西风的影响 有西风 它就能够把海洋上面的水气呢 往陆地带进去 好 第二个要件呢 是暖流 好 暖流可以带来暖湿的气候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 西班牙北部到挪威这一块 这边有北大西洋暖流 以及北美洲的西北侧 这边有阿拉斯加暖流 以及澳洲这边 这边有东澳暖流 所以呢 有水气 又有暖湿的气流 往内陆带 所以一般来讲 海洋性气候 都是非常利于人居的 可是呢 有一个地方例外哦 就在自立的南部 这边呢 没有暖流 这边呢 是密乳凉流 那没有暖流 就没有暖湿的气候 好 所以呢 自立的南部 是唯一不利人居的温带海洋性气候 那接着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海洋性气候的特征是什么 那我们以瓦伦西亚为例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图表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气温 好 也就是折线图的部分 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边 海洋的夏天温度呢 大概是15度左右 夏天温度15度 热吗 好像还好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把它称为夏凉 那夏凉的定义呢 通常就是夏温如果小于20度 我们就把它称为夏凉 那为什么夏天凉爽呢 同学你觉得为什么 诶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纬度偏高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它的水气充足还是 还是 还是不足 水气充足 好 所以有海洋调节的情况下呢 这边的夏天的温度 好 并没有很热 以及我们看一下大概冬天温度 冬天温度呢 大概是2度或3度 好 所以冬天呢 应该算温暖的 好 因为在欧洲 冬天的温度呢 这个没有低于零度 就已经算蛮温暖的 这样好 好 所以冬温如果大于零度 叫做冬暖 那为什么冬暖呢 有没有什么温暖的条件带进来 诶 有 有暖流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加上西风 可以把这些 这个暖湿的水气呢 往陆地带进去 好 所以呢 为整个海洋性气候呢 带来了 冬暖这个条件 所以在海洋性气候这边呢 好 这边呢 这个沿海的也有蛮多的港口 都是属于不动港的部分 好 所以这边的年温差呢 大概 大概 不到十度 所以它的年温差呢 算是小的一个状况 好 那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 这个降水 好 降水呢 我们看 每个月份的雨量呢 大概都在五十毫米以上 好 所以呢 这边就属于全年有雨 好 那为什么全年有雨呢 因为这边周年呢 都盛行西风带 好 不过呢 同学你没有发现 哎 现在呢 这两块 哎 雨量特别的突出 有没有 好 大概在九月到 隔年的三月 大概在秋冬的时候 雨量特别多耶 哎 为什么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 首先呢 这个是赤道 好 然后太阳呢 好 这个 在春分跟秋分的时候呢 它会直射赤道 然后呢 在夏季的时候呢 它会直射怎么样 北半球最远到北回归线 冬 七一月的时候呢 北半球的冬天 它会直射南回归线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呢 春分跟秋分的时候 直射赤道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时间来到 秋冬嘛 北半球的秋冬 大概是一月 好 所以现在呢 好 我们现在看到 这边有西风 对不对 然后呢 纬度六十度 这边是属于极圈气旋带 然后这边是四个低压带 好 好 冬天的时候呢 太阳直射南半球 对不对 所以呢 风带会什么 ITCZ会开始往南移 所以呢 西风带会难移 极圈气旋带会难移 诶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现在灰色的色块上面呢 现在变成 诶 谁在影响着这个区域 极圈气旋带 所以你看 平常是西风 对不对 现在变成有 这个低压带 所以为这个区域呢 带来更多的水气 所以为什么秋冬雨偏多呢 原因就是因为极圈气旋带 往南移动的影响 好 所以这个雨呢 同学 奇迹峰西那边曾经讲过 极圈气旋带的降水 一般来讲是属于风面雨的一个状况 好 那这个是同整的表格 请同学们稍微看一下 好 那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